你现在在收听的是左边茶水间第五十集 嘿,你会不会觉得每一次市面上分享的都是其他人的成功经验 却很少听到别人失败或者受挫的故事呢 今天我们邀请到生鲜石书的创办人瑋瑜 来和大家分享他从创业初期到现在 曾经发生过哪些如果可以重来我真希望可以早点知道的事情 那在节目开始之前呢 我想要阅读一位听众他在iTunes Store上面的留言 这位听众的ID叫做台北小黑 他写说真的很优质 一直在找这样的电台太赞了 非常感谢小黑的留言 你喜欢左边茶水间吗 如果说呢你觉得这个节目有带给你一些收获的话 我想要麻烦你呢帮我到iTunes Store上面打新评分 并且留言订阅这个节目 把这个节目呢分享给你身边 你认为会有需要的人 让更多人呢可以看到听到这个节目 以及让我们继续的朝排行榜上面前进 那当然不要忘了加入我们的脸书私密社团 你只要呢在脸书上搜寻理想生活设计 你就可以呢找到我们的私密社团 那我们在上面呢会讨问很多有关自我成长啊 远距工作或者是品牌经营相关的内容 相信呢你也可以在里面找到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哦 那在今天这一集的内容里呢 我们会和你聊聊如果说可以重来的话 我们应该会有不同做法的那些事情 那很希望呢如果说你听了这一集的内容 更可以知道说哇哪些事情是可以避免的 哪些事情要更加留意 如果说呢你想要收看这一集的文字稿 请在网址上输入 Z O E Y K 点 C O 斜线 生鲜时书 时是时间的时 书是书本的书 准备好了吗 让我们一起欢迎今天的来宾 鲑鱼 今天呢非常荣幸能够邀请到 生鲜时书的创办人 鲑鱼来和我们聊聊比较不一样的东西 因为在我想要访谈鲑鱼之前 我就上网查了蛮多生鲜时书的资料 我就想说嗯这些好像都是访谈你 怎么创办啊怎么开始等等之类的 我今天想要问一些比较不一样的问题 我想要来问问看有没有什么困难失败 还有怎么克服之类的问题 所以我们今天欢迎鲑鱼 哈喽 哈喽大家好我是鲑鱼 然后我是生鲜时书的创办人 最近也有弄了一个新的产品叫做通勤鱼 有加入LINE的那个Protostar 就是他们有一个新创之心计划 算是他们的培育的单位 然后就是可以在他们的底下去开发一些 测试一些新形态的产品 所以我们就是上面 我们就跟他们提案嘛 就做了一个在LINE上面 可以直接听音频的一个平台 那我在猜应该是很多听众知道生鲜时书啦 但是如果说有人不知道的话 你可不可以稍微介绍一下生鲜时书是什么 然后当初怎么会想要创办呢 当然可以 生鲜时书它其实就是一个媒体 然后它是在讲怎么样让知识为你所用 就是我们怎么把书中的知识变成你生活上可以运用的状态 像是我们今天发生了一个时事 我就跟他说这个时事背后其实有哪本书可以为你做解答 或是你生活中遇到了哪些问题呢 其实是某本书可以来帮助你的 我们比较走向是 比较不是单纯的书评 也不是书界 而是怎么样去透过知识能够被你运用这件事情 我们去当这个桥梁 因为我们其实都一直在倡导一件事情就是书读了多少都不是你的 但是用了多少才是你的 那是什么契机啊 为什么会想要来做这件事呢 OK 其实我们应该是我跟另外一个创办人 我们之前都是广告产业的 然后我们就 因为广告业它其实是一个蛮需要大量吸收知识的一个产业 因为我们每次做的 每次面对的客户啊 他们需要的东西都不太一样 所以在面对这些客户的时候 我们就必须要去吸收该领域需要的知识 然后可能为了想创意啊 我又要必须去多读很多东西 这个救护车的声音是会录出去 没关系 那我需要重整 不用不用不用 就是做很多客户的产品 因为像我本人是做写创意的 然后主要写文案的做创意的 所以就必须要有读很多不同的内容啊 吸收不同管道的知识来产出我们的作品 所以对阅读啊 对吸收知识 对学习这块我们是蛮有兴趣的 然后就看到其实会觉得说教育啊 或是知识经济这一块 感觉上是台湾未来的一个新的方向 也是一个去你的创业的方向 然后我们后来就觉得 诶 黄高也有点做腻 也不是做腻 就是已经做到 觉得说好像差不多了 然后我们也想试试的看看 能不能把我们帮客户 因为我们之前做过很多大客户嘛 像是做过爱迪达啊 或做过凯林啤酒啊 做过不同的这些客户 那我们能不能把 帮这些大客户做品牌的这些能力 用到自己做品牌上面会怎么样 所以那个时候也是有一点点想要测试 这样的能力 所以出来创办了另一间公司 那我有点好奇哦 我们都是在讲说 现在创业比起以前是容易很多啦 但是若可以的话 你能不能够分享 在你们创业初期有哪一些难点呢 就是例如说找伙伴啊 定方向啊 就是这类的东西 你们是怎么开始的 在初期的时候有哪些困难呢 其实想出来想了好一阵子了 就是到底 但是到底要什么题目 我觉得这个很难 就是到底实际上能够做什么题目 然后什么题目是有前景的 不是说大家开咖啡店 我也去开咖啡店 就是你希望可以做一个是可以 它是可以有规模性的成长的 然后甚至 是能够收到创投青睐啊 什么这样子这些的题目 所以一开始在找题目上面也找了好一阵子 当然我更多的是在想的是 那什么东西是只有我能做 或是只有我找的partner 我们能够做的题目的是什么 这也是在一开始定定的时候会思考的一个方向 找伙伴我觉得也是另外一个难处 但是我觉得可以给大家一个想法就是 你有一个创业的idea之后啊 你不要怕去跟别人说 很多人都会觉得说 我有一个创业idea 我会不会说出来别人就操走了 我觉得第一就是 如果这个真的那么好操的话 可能现在已经一堆人做了 所以你不要怕去跟别人讲 因为这个讲的好处 一方面是修正你的idea 二方面是你可以知道 哪些人是对这个有兴趣的 然后他就有机会加入你的团队 或是他会帮你介绍 谁谁谁对这个有兴趣的 你别人不要一起做做看 我觉得这个是怎么开始很重要 就是你要去不断的去跟别人讲 因为这个东西也牵扯 要是你在创业前 你就不好意思去做这些事情的话 你在创业后 其实创办人他就是产品的第一个的sales 你需要不断的去推广啊 对你需要不断的去跟大家说这些事情 如果你在创业前都不好意思做的话 你创后你一定也更不好意思做 那这样你的创业就会比较辛苦一点 嗯嗯嗯没有错 我觉得这一开始的时候 问人也是很好 我收集灵感的一个方式 因为我记得在我这一开始的时候 我也就是你可能会有几个idea 但是你不太确定哪一个比较好 有的时候你可能困在自己的圈圈里面 然后你就会想说 到底哪个比较好 我可能只能问人 就是因为我自己没有答案嘛 所以你就会从身边的人开始 问像我就是所有我的朋友 还有我以前的同事 现在的同事 我的主管 然后可能我团队的人 就是之前有正值的工作的时候 我就是一个一个 真的一个一个去问 然后我就会可能下三个主题 我说一二三 你觉得哪一个比较吸引你 然后为什么 然后如果是这个主题的话 你想要看到 什么有关联的内容 然后真的就是很多人会回答 然后我就开一个excel表格 把这些东西挤下来 我觉得大家可以试试看这个方法 可以在初期的时候给你 比较有方向吧 我觉得行动很重要啦 就是那个行动 不管是你去问人 或是你真的去做一个 简单的prototype出来 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在创业出去 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那我有点好奇 想追问一个 就是你当初可能萌生了一些idea 然后到你确定好 就是生鲜石书了 你记得大概花了多久吗 还是你前后有一直改来改去呢 应该至少也有一到两年以上 就是关于早期 就是决定要创业了 好那我现在要来尝试一些小的合作 或是一些小的外包的案子啊 来试试看 或者是去尝试一些新的 尤其现在蛮容易尝试的 其实你就是把你的想法写出来 或者是放到某个 某个可以收费的平台上 你就知道到底 可不可以做到某些事情 我觉得这个是现在 刚刚前面讲到容易创业的地方 就在这边 生鲜石书到现在多久啊 有点奇妙 因为一开始像是一个共笔部落格 那时候我们都还在公司里面 都没有想过这个东西 未来会怎么样 的时候大概有两三年了 就是光这个部落格的成立 但是公司正式有员工 跟正式跳出来做事 在去年的过年的时候 所以其实公司成立也才一年多一点点 但是部落格的出现 已经大概有两三年 那那个就是很随性的共笔 就是在一个群组里面 有人说要写 那就来写点文章 就丢出来就上稿 就这样 所以一开始你们就也不是从盈利为主 而是就是先共笔的分享 对啊对啊一开始是 我好奇想问 就是在这两三年的创业的过程中 你有没有什么印象最深刻的挫折 然后你是怎么化解的呢 开始有了第一个员工进来 我觉得有了第一个员工进来 真的比较有在创业的感觉 就是你会觉得说 好像要为其他人的人生负责 对然后到今年其实已经五个人了 然后这个时候就慢慢感受 我觉得慢慢感受到管理上的困难 五个人就有管理的困难 我觉得那个比较是心态的调整吧 就是本来一开始就是两个人 你会觉得比较 比较做什么事都很快 就是我今天某一个指引出来 我们想要改什么东西 马上就可以进行调整 那现在五个人的时候 当然也还是比较快 也还是很快的 但是因为大家的速度都不一定 不一定是在同一个水平线上 因为有的人做事 他可能需要更多的理解 才好做 所以就变成是要花一点时间在沟通上面 我觉得对我来说 比较大的困难在于 现在的状态比较在于管理 跟怎么样放手 因为像是我上礼拜才跟陈思杰吃饭 就是那个社群洞的创办人陈思杰 对 然后跟他吃饭的时候 我也跟他聊了这个东西 因为他们团队 他们团队大概是在十几个人左右 大概比 他也经历过我现在这个阶段 然后我们比较靠近 所以我就问了他这些事情 因为我觉得我们都比较像是 因为我们都是动手做起来的 就是我们自己是做很多事情的 然后在看别人做事情就会觉得说 要是是我做的话我一定会做得更好 我一定会这样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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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他毕竟就是你员工或者是 他毕竟就跟你不是同样的人 我懂我懂 除非你每一件事都要自己做 不然的话你就会面临说 你就会一直处于一个很痛苦的状态 为什么会这样做 为什么不那样做 然后这个东西就会纠结 纠结非常久 我觉得这个是慢慢要练习的心态 我也觉得这个好难哦 是不是 我现在有一个助理 然后他 他也不是全职哦 他只是兼职在帮我而已 然后就会有很多情况会是 我花好多好多时间教他 然后我甚至还会录制影片 就我实际操作一遍来教导他 因为是远距离嘛 所以我有时候就是会 自己在心里murmur 想说 哇 我花的时间 搞不好我自己做 我都已经做完了 对不对 但是你又会心里知道说 可是你一定要放手 不然你就自己做到死啊 没错 这就是我觉得这个是 因为我刚好正在经历这个状态 所以我觉得 这个是我现阶段 现阶段觉得在团队管理上 遇到蛮大的 也不算 也不算挫折啦 就是需要去化解的一个东西 那杰哥有给你什么好建议吗 有 他其实 因为他其实也面临过嘛 对 他就觉得说 那个东西真的就是一个 必经的过程 不然真的就会像你刚刚讲 那样就会做到死 然后他觉得 他有一个建议就是 其实要试着抓大放小 就是你 这什么意思呢 因为你已经 就是你已经是管理者了嘛 你就去抓大方向就好 那些小的 detail的细节啊 你也不用 一定要他 照着你的方法做 因为他可能有他的方法 或是他有 每个人都有他做得到 而且你做不到的地方 那当然结束之后 你还是得要回头来检讨 说 那再开个检讨会 然后聊一下 怎么样可以做更好 然后或者是 为什么对方要这样做 就是这些东西 因为你慢慢了解之后 你就 你就也可以 更好的去知道 哎 每个人的状况 跟他实际上 他其实可以用他的步伐 用他的方式 做出 同样的东西 或者是做出 你做不到的东西 嗯 说得很好 那我现在想要来问一下 就是你在创业的这个过程中 有没有做过什么曾经很后悔的事情 就是那种可以重来的话 你会想要修正的事情 有 有 其实有 应该都有了 都有了 其实蛮多的 好多事情都觉得 哎 要是从来可以更好 对 到 我去 我们去年做了一个产品 叫独立书店 就是我觉得到时候 如果这连结出来 我可以贴个连结给大家看 它就是一个桌立 然后它是台湾作家的推广计划 它就是有推广 它是每一天都会有一句台湾作家的句子 在上面 然后作品的句子 然后我们就去跟 我们谈了将近五六十家出版社 然后去跟他们征求他们的作家 作品啊 要不要放在上面曝光 然后让我们印成作例 然后当然去年是个募资的产品 其实还蛮成功的 因为后来还有跟Office 跟星光三月有合作 出他们的版本 可是就是会遇到后续 因为那个出版的版权啊 跟全新的东西弄太多了 就有些出版社是没有跟作者赛好的 就是其实作者他不知道有这件事情 虽然说我们是有拿到授权书 可是那就是出版社签给我们的 然后出版社也觉得说 嗯其实是OK了 因为确实是有些书 它是会有授权说 出版社可以 有某些句子可以作为行销用 所以其实在法律上啊 或什么其实都说都还算 我可以站得住讲 只是就是作者还是会心里会觉得说 诶莫名就被用了 对对所以就因此有一些小小的状况发生 所以就会觉得 那要是回到那个时候 这件事情应该还要再多注意一点 嗯这的确是很难知道 如果说你不做的话 你不会知道说 哇有这么多小小的detail是要去注意的 对对就是这个东西你一定要 你一定要叠一次坑 你才会你才会发现 学语言没有所谓的成功或者是失败 只有你懂不懂得沟通和使用 在学校学了那么久 你的英文能力真的能够真正运用在国外的生活中吗 如果说你还是不敢开口 或者是你不知道应该要如何真的将 英文学以致用的话 那你就要来试试看Hero课程咯 Zoe最近的sponsor VoiceTube是一个线上英文学习的平台 透过有趣的影音内容 让你更熟悉各种英文的对话情景 如果你最后真的要购买 请在购买的时候输入优惠折扣 Zoe Z-O-E-Y 你就可以享有九折的优惠 并且参加我们现实的零元挑战活动 只要你完成特定条件 你就有机会获得全额退费的资格哦 现在已经有四成的学员成功退费 相信你也可以的 如果说你对这场课程感兴趣 请在网址上输入 Z-O-E-Y-K.C-O-HERO 评法是H-E-R-O 你只要输入呢 就可以看到更完整的资讯咯 所以就这件事吗 还是还有其他的事情呢 你比较印象深刻的 我觉得还有很印象深刻的是 商业模式这件事情 我可能会再更想得更清楚 因为毕竟一开始是 一个媒体起家 就是媒体它的状况就是烧钱 各种烧钱 对因为媒体它本身没有 不像是卖东西嘛 我卖个鸡蛋 就是我卖出去一个鸡蛋 我就有一个鸡蛋的钱回来 有个现金也有可以赚 可是媒体你写出去的每篇文章 跟每一个字 它都没有办法转换成 实质的产值或是现金 所以其实在媒体上面 你就会遇到 不管你做自媒体也好 或者是你开个媒体网站也好 你就会必须要去想的是 那钱怎么赚回来 就确实是我们现在也是 透过课程 还有一些合作 像我们课程 7月也有跟刚前面提到 Microsoft Office 合作一系列的 跟兴趣 怎么用兴趣创业 怎么用兴趣做成 过活的这样子的课程 就是也会有 也会有跟企业合作的课程 然后有我们自己开的课程 然后实体课程之外 通勤学也是线上课程 就是我们确实是 现在是朝着一开始的想法 去 但是 去也发现 这也是一条很辛苦的 很辛苦的路 对 但的确回到前面讲 就是这东西你不做 你也不知道到底实际上会 是怎么样 所以我觉得 创业它真的就是一个 一直不断尝试错误的 所以你虽然是说会后悔 就是那时候觉得说 好像应该就想得更清楚一点 可是可能再回到那个当下 对 你可能也很难 真的把一些评估 或者是 你就发现 诶 想清楚了 然后 诶 是不是就不会做了 就发现 诶 好困难哦 反而就不会想要去做了 所以我觉得 虽然说这件事情对我来说 是有点后悔 但是实际上 我可能也很难想 想到回去之后会怎么修正 对 因为你真的不知道 你不知道什么啊 你不可能会知道 没错 所以就算我们都会觉得说 啊 早知道怎样早知道怎样 但是如果说你真的早知道的话 你就不会做了 没错 还是要有点 还是要有点洒劲啊 因为你真的太聪明 你把一切都想明白 你就会发现 天底下根本没有好赚的钱 都是辛苦的 那你就想说 那我要不要那么辛苦 我在公司也是爽爽的过 然后薪水也不错 然后也有不错的发挥 为什么 一定要跳出来 一旦想到这边 你就不会出来 所以还是必须要有一个 冲劲 还是要有个洒劲 嗯 真的是这样 你要有一个 你要有一个why 我是一定看到一句 很棒的quote 他就说 Your why should make you cry 就是 你的那个why 要重要到 可能会让你就是激昂到想哭 那如果说你有那件事情的话 你就去做吧 没错 没错 那我想要问问看 你有没有什么一些 可以给后辈的建议 就是说 如果有人 很喜欢身先食书啊 或想要跟你们一样这样子 穿越啊 做线上媒体 你觉得 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呢 一方面就是那个商业模式 这件事情 我觉得必须要去思考 就是要先想好是不是 对对 我觉得这个其实是最重要的一块 因为媒体它本身比较难成为 除非你就是要做大流量卖广告 但是现在为什么媒体这么难生存 就是因为 因为流量都被Facebook垄断了 广告费也都被它赚 赚走一大半 嗯哼 然后当然现在也 现在其实也开始 以我们以生死为例 其实我们大概也开始到六七成 是Google search进来的 嗯 因为脸书的触及 实在是差到一个 差到一个太夸张的地步 对 所以就慢慢调整 慢慢调整SEO啊 透过一些关键字啊 让让社群的量变高 所以现在也是这个状态 对 但是你说要社群的量变高 说实话 Google那边也赚走了一部分的广告费 就是其实广告费的 资金的扑项就那么大 然后 要投给哪些人啊 跟这个东西 我觉得一开始 你的那个是 这个这个东西就要先想好 如果是要做媒体的话 嗯 但是说实话 做媒体也 没有到那么困难 其实你几个人开始写 真的就是慢慢的就可以 像自媒体也是 也是一块嘛 所以并没有到那么困难 但是就是 我觉得要 把那个 路想清楚 我觉得可以跟大家分享的 的地方就是 其实我 一开始的时候 也有一模一样的困境 因为我也是从自媒体开始嘛 有做音频 然后有写文章 然后我心里是知道 我一定要找到获利模式 我要有一个商业模式 要赚钱嘛 你只是写文章 那个广告费啊 或稿费实在是太低了 可是就想不出来 就是心里知道说 一定要有 就算是做课程也好 或者是你要卖个电子书也好 可就真的内心很着急 然后也想不出来 到底要做什么主题 或到底要卖线上课程 所以其实我是 卡了非常非常久 所以我知道那种 虽然已经开始做 但是想不到的那种感觉 所以我觉得 尽管如果说听众 现在你有这样的感觉的话 你不要停下来 因为它会出来的 就是那个 你的idea就是会在 maybe 看那个宇宙给你的时间怎么样 maybe半年 你有一天就是会突然间知道说 哇 好多人一直问我一样的问题 那也许它就可以成为一个 我的商业模式 或者是一本书的idea 所以 我知道前期的时候 真的是非常非常难的 但是你不太能够等到 你想好了再开始 除非说你真的是 非常非常的天才 就是一开始就有那个 商业模式都已经规划好了 那当然没有问题 只是我觉得大部分的时候啊 那不是一个 那不是这个case 就是大部分的人 可能一开始的时候 都想不太到 没错 所以我觉得 我刚刚前面讲了嘛 就是行动这件事情很重要 就是我觉得 很多时候是在 行动的过程中 去产生突变 或是你遇到新的机会 因为 我觉得路想得清楚 可是中间的机会 跟发生的事件 你是绝对不可能想到的 因为像我们在做 我们一开始都想说 做实体课程嘛 但实体课程 做了做之后 就也发现很多人来问我们说 我们要不要开 心脏课程啊 或者是 能不能去外线市开 可是每次去外线市 说到要报名的时候 都没多少人要来 就遇到 遇到这个状况 不要再骗我们 那我们就想说好吧 那我们就用 线上课程的形式 所以才做通勤学 我觉得这也是 在过程中慢慢 生长出来的 我都觉得 它很像是在 一个培育植物的状态 你就知道 创业很像是 你下一个种子 你知道你未来 可能会长成 一个 一棵树好 但是你不会知道 它是什么树 就是你可能想象 它是松树 但是它有可能 长成一个柳树 这你不知道 但你就是过程中 慢慢去培育它 我觉得这个是 这个是创业有趣的地方 那 在这边有一个粉丝 他想要来问你说 要怎么样有效的 把读进去的 那些书里面的文字 消化成有帮助的观念 还有行动呢 这个你们是不是 在最近的开课的课程里面 有讲到 对对对 最近我们跟 哈豪和开了一堂 就是如何将知识 提炼成观点 算是我这边的一个 阅读的心法 因为我们平常都在 讲的事情就是 其实我们跟传统 因为其实你会发现 我们的背景都不是 传统出版社啊 那些出来的 所以阅读 对我们来说 它就是一个 吸收知识的管道 就书啊 我们对书就觉得 它是个知识的载体 所以知识载体 有可能是影片 有可能是音频 有可能是书 就是不同的载体 它有不同的能量 跟它的限制 然后以对书来说 它就是需要 需要比较多的是 你跟它的应对 因为它比较不像电视 就是一直播一直播 你是无脑的去接受 书你要进去读 然后你要消化 所以对我们来说 比较不是觉得说 好像你要读多少书 很重要 重点是怎么样 你消化过的运用 所以这件事情在 我们在课程里面 跟我们自己实际上 在做的事情 就会比较多强调去这款 然后怎么做的原因是 其实我觉得你要放下几个执念 放下几个迷思 就是你不要想要 很快速的把一本书读完 就是因为很多 因为你会看到坊间 有一些课程 或是一些东西 就是说 快速读完一本书 这本书你只要读 一二三四五点 这样就好 但是我们比较不会觉得说 你不需要 不需要去 因为你又不是要考试 就是你背完这五点 到时候上了考场 你就是把它写写写写写写写下了 因为真实的人生 它面对问题的时候 它是一个复杂的 多层次的问题 它比较不是选择题 或是填空题 它是开放式的 所以你这样去背这些 一三四五点 不需要 所以我们才会想说 好像是你真的读到 某一个章节 或者读到某一句话 你觉得很有启发的时候 你就停下来 去思考说 这东西能不能运用在你的生活上 这个东西能不能 跟你过去的经验 能不能做连接 你只要 这样你有可能会觉得说 我读一本书读超慢的 或是 我可能读到这句话 一个小时或半小时 在想这件事情就过去了 那我会不会这本书就读不完 可是 可是没关系 因为我们这重点不是要把 一整本书读完 而是能够中间取到 哪些 哪些话 或是哪些案例是真的能用在生活上 我觉得你这样子 透过这样子慢慢来练习 其实你就是可以开始会有意识的去做这个东西 所以这也是你们的那个跟好好开那个线上课程的一个重点嘛 在教的重点 对对对 这个重点就是怎么样去把你在从中读到的东西去连接你生活的经验 或是去连接你过去做事情 然后再把这个连接 因为这个为什么连接很重要是因为大家都在讲独立思考跟产生独特的观点嘛 因为你要是是变得是变得是重点分析一二三四五点的话 那你只是附送作者的观点而已 没错 你只是把他的观点拆出来嘛 只是拆得更精烈一点 对 那培养自己的独立思考跟自己的观点就是跟你生活经验连接 用你的话 用你的故事 加你的故事 再重新讲 对再重新讲一次 这一定是比较困难的 因为前者一定是比较简单的嘛 所以你才会看到比较比较比较多人在做 但是但是以 真的你想要把一本书读会或是消化的话 后面的方法是对你比较帮助的 非常感谢你今天的分享 我们来到最后一个我想要问你的问题 就是你认为的理想生活是什么呢 我其实跟比较 跟大家比较比较 因为我这个人是蛮喜欢工作的 我觉得一个工作占你一天的生活八到十个小时 你不找一份 对不找一份这样子你喜欢的工作 我会觉得是 所以我还蛮乐于在工作上 不管是我之前在公司里面 还是我现在的状态 那这样太太OK吗 所以没有 所以这也是另一个问题 就是当你发现你这是这样的人的时候 那你要去打坐你的理想生活 那你的另一半你当然也是要找 她是可以接受这样子状态的另一半 对 你总不能说 假设你的理想生活是旅行 结果你找了一个很爱宅在家的另一半 那这样子你们势必就是会有各种冲突 因为你看当我有这个理想的状态的时候 我在找工作我就不会找一份我不喜欢的工作 没有错 因为有的人就会选高薪 但是不喜欢 我就去享受我下班后的生活 有的人的状态是这样的 对 但我就比较不是 我就是喜欢工作跟喜欢工作上的成就感 跟工作给我的东西 理想的生活有一部分是来自于工作 他带给我的一些反馈 我觉得要提一个点是 我觉得其实每一个人都有目标 梦想跟理想的状态 可是很多人是不好意思说 或者是他会刻意忽略这块 我举个例子 像我一个朋友他可能三十几岁了 但他其实他的梦想是当漫画家 但是漫画家在台湾是 不要说三十几岁 你可能十几岁出头 因为就没有这个产业 但是他是一个比较没有那么 不像日本啊 或是像美国有漫威什么的 台湾的漫画产业是比较辛苦的 对 所以他到三十几岁 他其实还是很想当漫画家 但是他会 他不会跟别人提起这件事情 只是某一次偶然 偶然大家讲 所以他很多人说 他就会让自己想象成是 我其实是没有想要做的事情的 我其实 但他其实是有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 这个是真诚的看待 看待你自己 我觉得即使那个东西 你觉得很不可能 但是你可以变成是漫画的经纪人啊 或者是你是 有其他的方式去靠近他 我觉得这个是 当你真诚的去面对 你自己之后 去安排你的生活 我觉得说实在是太好了 因为之前刚好 我有到另外一个YouTuber 就是Selina的节目 讨论你到底要怎么样 去找到你自己的热情 然后我觉得大部分的人 就是你一定知道 你内心想要做什么 你一定有一件热爱的事情 只是你会马上的觉得说 算了 这不可能啦 就是不要再想了 或者是什么 这又不能赚钱等等之类的 然后就像我刚刚提到的 你可能甚至不敢去跟人家说 不敢承认 然后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 你就会产生一个骗自己的 的一个心理状态 所以我觉得你要找到热情 或甚至是说你要找到你自己的天赋 最重要的就是不要再骗自己 你一定有啊 你就是不要再骗自己 说你没有 然后如果说你一直隐瞒的话 你就不会去靠近 你甚至也不会去尝试 你不会尝试的话 那那件事情你当然不会越变越好啊 就像是那个漫画家朋友 他可能一开始就觉得很难 所以他当然也不会花时间练习 那他当然也不会越变越厉害 或越化越好 然后那个机会就会越少嘛 就是人家录用他的机会 当然会变少啊 这是我觉得这是对大家来说 大家应该要去破除的一些迷失 没有错 我真的很开心今天可以跟你聊这么多 我觉得听众应该也觉得收获良多 如果说大家对你感兴趣的话 哪边可以找到你呢 当然就是搜寻生鲜石树的粉丝团就可以了嘛 然后我偶尔也会在卓宇的社团里面 跟大家聊天 所以也可以找到我的脸书去 生鲜石树嘛 然后我的脸书 然后还有可以在通勤学 在line上面搜寻通勤学 就可以加入我们的官方账号 里面也会有我每天的节目 真的非常谢谢你特地花时间 不会不会 感谢你 今天的重点整理 一 在初期有idea的时候呢 不要怕跟别人说 也不要怕行销自己 更不要怕idea被别人操走 付出呢 你的行动和其他人分享你的计划 其实呢 你就更能够去掌握市场的需求 收集灵感 甚至是找到合拍的伙伴 二 如果你开始有请助理或者是小帮手 建议你试着抓大放小 抓出呢 大方向 然后小地方呢 让你的团队自行去发挥 因为每一个人他其实都有不同的天赋 你做得到的事情 他不一定做得到 但是同样的 他能够发挥长项的事情 你可能也做不到 因此呢 想要让你的自己 自媒体 还有个人品牌更茁壮的话 其实就是简单的一句话 适度的放手吧 三 如果呢 你的个人品牌不是以产品为主作 而是以媒体为主作的话呢 鲍鱼建议你早一点开始思考 你的钱到底要怎么赚回来 他和大家分享呢 如果能够早一点开始 那就早点开始思考 早点开始计划 不然前期呢 非常的烧钱 也可能会让你无法坚持下去 四 千万不要忽略你自己的热情 还有梦想 也不要骗自己说你没有 或者是你不知道 其实呢 你自己一定是有那个 内心非常渴望的热情 只是那个声音 它可能很小声 所以你会一直听不见 或者你会一直告诉自己 你办不到 但是我认为呢 只要你在第一步 先相信这件事情有可能 那你的热情就会 被你锻炼成你的技能 最后它也有可能能成为 你开始以此为生的事业 你喜不喜欢这一集的内容呢 说真的 我其实真的非常喜欢 我自己剪一剪的时候 就觉得哇 真好听耶 可以听得出来 就是鲑鱼它很有料 然后分享很多 很扎实的观念还有内容 所以呢 如果说你喜欢这一集的话呢 我非常希望你能够帮我 把这一集的内容 分享到你的social media 或者是其他的平台 让更多人呢 可以听到这个节目 而我觉得很多听众 或者是你认识的人 应该都想要开始经营 自己的个人品牌 或者是自媒体 那这样的话呢 你听完这一集 应该更能够避免那些 我们希望可以重来的事情 那当然我也知道 很多时候 其实我们就是卡在那边 就是明明知道要做什么 可是就是不知道要怎么做 所以我觉得创业 它其实就是 有很多你一定要去走的路 就是没有捷径 也不能避开 就像是如果说 你今天住在10楼 如果说你要出门 你就一定要先开门 然后经过你家的走廊 搭电梯或者是走楼梯到楼下 开启你的公寓的大门 然后你才能真的到街上 如果说呢 你想要从窗户啊 什么快速的爬出去 那你可能就会受伤嘛 所以呢 我非常非常了解你那种 想要赶快到街上的感觉 因为我自己以前是那样 那其实我最近也在创建一个 全新的系统课程 叫做Brain Your Life 它就是针对呢 要怎么样为你的品牌 找到获利模式 所开的这个课程 那这堂课 我目前还没有做好 也还没有对外公开 所以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呢 你可以回到这一集的原文 注册我们的waiting list 那我希望这堂课 可以在6月底之前 把一部分完成 到时候呢 如果说你有加入这个list 会有免费的课程送给你 所以还没有对外公开哦 如果想要加入waiting list的话 来拿免费课程 就回到这一集的原文里面吧 非常感谢呢 你今天的收听 如果说你有任何问题 或者呢 你有任何想要跟我联系的地方 你都可以回到我的网站 或者是instagram上面找我 我的网站网址 和IG的账号一样是 zoyk.co 你可以截图这一集的节目 然后分享到你的 story上我通常都会看 我也通常都会转发 那最后的最后呢 我知道你是非常忙碌的 我也知道呢 你可以去做很多很多 其他的事情 但是呢 你却花自己的时间 选择来收听这一集的内容 我真的是非常的感谢你 现在呢 我也想要请你 在他30秒的时间 好好的思考一下 你有没有那种 如果说可以重来 你希望早一点知道的事情呢 如果有的话 是什么呢 把你的答案分享到 这一集的原文里面吧 我们下次见咯 字幕志愿者 杨阳攻林? 我们下次见咯